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恭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心安康 福慧增长 无量光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的共修 从第一个环节 就是一起做进修节药 我想在做这个进修节药 我们可以感受到 下连居脑居士 对我们的慈悲 忽念 其实我们只要 很用心的 来感受 我们这一生 学佛的因缘 就可以感觉得到 佛菩萨是无处不在 像刚刚我们念到 大师之菩萨这一拜 于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又想到 大师之菩萨 原通章里面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比喻 佛菩萨爱护我们 就像父母爱我们一样的 事实上是超过父母 无量寿经里面讲 佛讲到 我爱如等胜于父母念之 因为父母跟我们是一生的缘分 而佛菩萨是生生世世 同体的大悲 在互念我们出轮回的苦海 所以师长 在1月14号 我们福利会的开示当中 这个也是我们同修们 上一次一起共修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老人家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现在人生难得 经以闻 佛法难闻 经以闻 东土难生 要当中国人不简单 有这么厚的 辱世道的文化底蕴 才能接上大乘佛法 才能当身成佛 李虚曾经到印尼 跟他们交流课程 但是现在的印尼华人 大部分已经听不懂 普通话了 你看我们在海峡 两岸三地 跟在海外的华人 那福报又有差别 所以东土是男生 他们在印尼 结果李虚讲了一个 我们传统的成语 叫做 复经请罪 结果呢 这位翻译者 要翻十几分钟 还没介绍好 他要到战国时代 要讲好几个人 我们只四个字就明白了 复经请罪 就知道 这个脸婆很可贵 这么老年纪 这么大的威望 知道自己错了 像个赤子一样 马上脱掉自己的上衣 背着荆棘 去跟定向你道歉 所以在印尼的这个感受 就觉得确实是中国人难做 东土是难生 再加上呢 净土法门难遇 净土是当身成就的法门 我们也遇到了 师父又提到 大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这一幅经典 在民国时期才出现 连印光祖师他们之前的人 都没有遇到 我们都遇到了 还夏连老的会籍 再加上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 83种佛经经论 110种祖师的注解 才筑成了这一部大经节 我们要深入 无量寿经就不困难 还有师父从2005年 不是 2012年开始宣讲 2010年 已经讲到第六年了 持续不断的宣讲 而且在齐讲这个乍经节以前 师父老人家已经讲了十遍 所以这十几遍 我们是很大的福报 才遇到老人家这样苦口婆心 劝我们深入大经 求生净土 李旭常跟同修交流到 这一生遇到老和尚 就是大家成佛的机缘 成熟了 这一生再不往生做佛 那最对不起的人 首先是对不起自己的姻缘 我们无量节 我们无量节才遇到这么殊胜的缘分 假如没有把它掌握住 那要再等多久 那就要再等无量节了 所以我们听到彭继青居士这一句话 就要死心塌地掌握这一次的机缘 脱离六道轮回 跟老和尚人一起回老家 西方极乐世界 李旭讲的都微笑起来了 怎么大家都没有表情 你们好像不大想回家 你们还想再六道轮回 游戏 所以有师长 老人家讲经已经五十八年 劝我们回家 我们不回去 太对不起他老人家 对不起黄念老 对不起夏连老 而且我们从老和尚 以及这些祖师的行仪 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都是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我们看夏连老那个时代 五轮八德 在我们中国社会 人人都还懂得 那个时候的社会 没有我们现在工作那么忙碌 但夏连老那时候就变得 敬修解药 为了谁的成就呢 为了我们 我们现在整个生活 不掉才这么忙碌 所以当我们能体会到 夏连老其实 他老人家再生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真是如母意识 我们跟他老人家的频道 就接上了 每一次做这个敬修解药 都是满怀感恩的心 那个射受力 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次 大家共聚 过完联第一次 共聚 共修 感恩 佛菩萨 祖师大德的恩德 也感恩我们 胡居士 还有协会的领导们 对我们修学 法身 互念的 法身 互命的互念 因为 偶叶大师讲到 我们修学 要净土为归 每天都是为了 积功累得 求生净土 不然每天 假如不求生净土 那每天变成 轮回心 照轮回业 所以首先要 很坚定的 就是要净土为归 大家都知道 开智慧是论言 成佛是法华 大家一听到成佛 应该要精神为之一振 就像师父常常讲 这个六祖会能大师的例子 都说到 六祖去见五祖 结果五祖问他 你来做什么 请问大家 六祖怎么回答 你看那个气概 那句话讲出来 魔功都震动 所以我们协会 下一次 有义工来面试的时候 就可以问说 你想来义工 想来协会做什么 假如有人说 我来求做佛 这个优先度 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 共勉的主题 是不忘 初心 我们人生 有非常多重要的因缘 都要不忘 初心 佛家有讲 初发心 成佛 有余 我们当时候遇到佛法 发的是什么 愿 像走路家庭的人 对另外一半 对孩子 一开始发的是什么 愿 这种愿 是真心 能保持 能提升 这才叫 用真心 所以师长老人家 元旦的 这个大年初一的开示 核心就是 劝勉我们 一切都要从 真实心中做 本觉本有 每个人都有 一定可以恢复 怎么恢复呢 一切都从 真实心中做 慢慢我们的佛性 就恢复了 老人家特别强调一句 不觉本无 这个忘心是虚妄的 是没有的 一定可以去掉 其实呢 我们用心 纳受 这些教诲 人当下的心境 就会改变 所以听法呢 不是在听很多 不是在数量的表象上 而是能够入心 就得受用 本觉本有 我们相信了 不怀疑 自己 不自卑 大家有没有经验 我们说情绪到的低谷 往往都是 什么念头最佳 自我火定 对自己 没信心 所以师长老人家 确实是 慈悲到极处 他老人家 在开解 精益的时候 用心良苦 你看老人家说 鱼吃的核心 是什么 怀疑 怀疑感的果报呢 山崩地陷 这个地都陷下去 那其实人 怀疑自己 怀疑善之士的时候 很没有感觉 好像掉进一个 无底深渊 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尽头 那假如我们 相信本觉 本有 一切众生 我也是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不会再自卑 不觉本无 但以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那我们也不骄傲 因为我们还有 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放下 所以赶紧下功夫 在每个境界当中 放下 妄想比较难 我们先放下 执着 老人家在 这几次重要讲话 也说到 熊放下执着下手 那老人家在说 放下执着的时候 又讲得特别细 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 其实这些法都不容易遇到 因为我们听熟了 听太多遍了 反而不知道 这个法是妙法 一般 一般法师讲法 没有讲到像师父分析的这么细 这么透 讲出十六个字 讲出十六个字 要放下自私自利 明文利 五欲六成 贪嗔痴慢 进一步还讲 要放下 要放下控制的念头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 很着急 就是控制的念头 为什么 你怎么不这样 你怎么不能 所以 我们听老和尚的法 应该是什么 态度决定了 我们的受益程度 假如我们的态度就是 每一句就是讲给我听的 句句都受用 但是我们听的时候 假如说 这个是讲给我太太听的 那个是讲给我儿子听的 那不止不得受用 那我们铁定成为 佛法的警察 还是弟子规的警察 而且这个 放下控制的念头 才能够随缘妙用 才能够柔和直直 才能够行菩萨道 控制的念头 自己会着急 紧跟着又是强势 又是要求 就会接二连三 这些妄念就跟着来 其实有求就会苦 不止自己苦 对方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在群书制药里面 举到孔子在论语里面的开示 说到 公制后而驳折于人 反公自行比较严格 对人比较宽厚 不止责 则远怨 就远离彼此的 埋怨 怨恨 其实我们很幸运在哪 我们是先学佛 再学儒家的经典 对于儒家每一句 其实那个味道 是无边的 因为我们有佛法基础 所以像李序看到这一句说 择远怨 哇 这个怨是不能再跟人结怨 因为老人家教我们 随缘 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那我已经听懂这句话了 我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我不再跟任何人结怨了 不然他又要拉我再六道轮回 记得好像有一个公案是 海贤牢上 他们寺院里面有个出家人 好像是对居士比较凶吧 结果后来呢 私底下 我们看到海贤牢上也是很厚道 私底下跟这个出家人就讲 所以你今天对他讲的话呢 他讲的对你有怨 很可能你临终的时候 他就来障碍了 那你就往生不了 所以这些公案就提醒我们 不能再跟众生结恶缘 所以儒家这些经句 确实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 所以师父呢 也是强调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所以我们要先打好 这个辱道 做人的基础 而师长老人家 很慈悲 那讲经说法呢 都是为了弃众生的根性 老人家讲58年 前20年30年讲的时候 有没有强调三根 有没有 没有 具体强调三根没有 当然具体强调 禁业三符是决定有的 那为什么后面 这一二十年这么强调 看到我们 大众的根性 现在年 孝卿尊师 有爱兄弟 五伦八德 这些概念 都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才推出 要扎三根 老人家强调 这扎三根 跟当初应光祖师 大力推行三部书 那是同样的大慈大悲 应主那时候推 了凡世训 太上感应篇 汇篇 安事全书 一个佛门的高僧 推的不是佛经 而是这一些善书 这都符合佛法讲 谁众生心 因所知量 他们的慈悲 感应我们众生的需要 才让我们 要从扎三根 做起 我们俗话讲说 静庙齐神 那个很灵的 寺庙在旁边 因为离我们太近了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它 同样的 老人家的法 是稀有难逢 但是我们假如 常常可以听到 有时候怕 不知不觉 这个恭敬心 会下降 所以我们 不忘初心 当初怎么感激 老儿上的法 要保持下去 用当初这种 感激的心 报恩的心 来领受 老人家的每一句教诲 就像老人家讲到的 要放下控制 放下 对立的念头 放下 占有的念头 其实我们假如觉得 那是我儿子 所以他应该怎样 这是我的东西 我的房子 我的什么 这些本身 都是占有的念头产生 所以师长老人家 他开解金句的时候 都解得非常的细 都助我们在起心动念处 下功夫 师长说 我们要心证 严证 行证 这个都是除夕 还有大年初一 给我们提醒的 好 那刚刚 跟大家讲到 成佛的是法华经 大家读过法华经没有 没有 会不会今天把法华搬出来 我那个念一遍 六个小时以上 我们是大福报的人 我们听老人家一节课 那是老人家 六十五年修学 五十八年 讲经说法的 提福冠领 其实我们刚刚 听到说 读静修节药 事实上 你把华言境界 全部 都领纳了 你认真 修学都能 气入那个境界 其实不只是 静修节药 老人家的一堂课 也是圆满的法 只要我们真的去领受 一切 释迦牟尼佛教的法 就在这一片光点 里面 而且老人家 他是通宗通教 他讲一堂课 事实上 所有最重要 精润的精华 都在里面 所以老人家 在讲大经节的时候 有特别 讲了一段开示 叫成就四法 就是 我们掌握这四个法 就是掌握了整部 法华经 当身成佛的精要 就在里面 而且是完全用我们净土的修行 来掌握 法华成佛的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 大家只要打师父的法名 然后打成就是法 老人家开示了二十几分钟 在这里没有办法 跟大家讲得太详细 大家可以记下来 回去重复听 成佛的法华 老人家讲得很透彻 而这四个法呢 就是 接受诸佛互念 大家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像刚刚做的 一心观礼 六字统色万法 一门即是普门 你这六字鸿鸣 万法就在其中 万得鸿鸣 能灭重罪 我们看静修节要的教委 就知道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诸大菩萨 法身大事 全部都加持我 所以真正相信了 没有夹杂 没有怀疑了 这一念可以消多少页 三十七念讲 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所以接受诸佛互念 我们可以词这一句 万得鸿鸣 这个是 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 幸此事 大家过去生是有福报的人 所以能够 欢喜地词这一句佛号 好 那我们词这一句佛号 知道稀有难逢 同时也要知道 三十四念告诉我们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只要不念佛了 就打妄想 就起轮回心了 又造轮回业了 所以老人家在给华藏卫士讲开示 差不多讲了十分钟 这个开示都很精疲 大家可以重复学习 老人家讲到 每一次过年 都给大家 勉励 诸恶莫作 睡睡平安 众善奉行 年年如意 那怎么才能诸恶莫作呢 就是念这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就诸恶莫作 就六度万恨都奉行 师长举了 偶叶大师的一段开示 真能念佛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即大不失 大家 身心世界 交给阿弥陀佛了没有 你看我们说 做静修解药的时候 你完全融入的话 那佛菩萨就加持你了 你去供一个苹果 就可以化到虚空法界去了 所以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 常常听到师父老人家说的 你们年轻人要发心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大家借了没有 不可以太吝啬 吝啬是贪 出不了六道 说那我假如借出去了 会怎样怎样 哇你看大家望面又很多 哎呀这个是疑心 你真的都借出去了 佛菩萨是大慈大悲 绝对会给你安排的很好啊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念头 其实对佛菩萨 对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 真的完全借给佛菩萨的 佛菩萨派给我们的任务啊 都不会给我们压扁掉的 都会刚刚好 练得不错了 好像过关了 又来了 而且不止我们 交出去之后啊 自己得佛菩萨加持 连我们的家人啊 都得佛菩萨加持 都得护法神护念 那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一念是骗虚空法界 所以这个静修节也太好了 我们今天 共同做了一遍 这是表什么法 从今天开始 到静行寿 每一天最少要做一遍 不能再断了 而且啊 我们修学路上 现在工作比较多 很容易就忙忙忙 到最后就定课都没有做 定课一没有做 忘念又多啊 得不上佛菩萨加持 不是佛菩萨不加持 是忘念就好像 那个雨伞一样啊 你就把阳光给挡住了 进不来 所以一般定课来讲 宁可少睡觉啊 绝对不可以 把定课给省了 这个是李秉兰老师 特别交代的 好 那我们 几十个人 共同发愿 从今天到静行寿 寿 寿寿静修节 一天 都不落掉 好不好 这个不勉强 我假如勉强 我就控制的 说别人很容易 说自己不容易 今天早上 刚好李秉在喝水 拿了一个水杯 结果我这个水杯 就开开开开的挺用力的 怎么这么紧 结果一开 这个底下就给我转了 转 坏掉了 那我第二个念头就想 哎呀 这个瓶子的 瓶子怎么这么差 后来仔细一看 原来我开反了 根本不是瓶子坏掉了 我自己开错了 然后太 因为觉得怎么开不开 太用力了 把他给扯了 所以想一想 很多时候都觉得是别人错 有可能是我自己错了 突然下一个念头 就想到师父说了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对的也是错的 这个话实实在在讲 可能每一个人的体悟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妙 都在我们的念头当中提醒了 首先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我们假如不用心去感受 对错不是颠倒了吗 怎么他错的可以是对的 所以听法 要离这个文字下 老人家那个也是对的是什么 先人不善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不要再责怪任何人了 好几代人都没学了 他现在变成这样 叫正常现象 所以师父 大年初一就勉励我们 要放下贪欲 嫉妒 怨恨 特别还讲到 要包容别人 你们的表情好像还没听过 人家那个追星组 叫什么 粉丝 那个歌星出哪一条新歌 他们都知道 我们跟着师父回老家 重要的这个开示 不能够辣掉 每一堂歌要用心多听几遍 老人家提这些 很可能都是我们比较 重 严重的习气 老人家很慈悲 这都是在讲经的时候 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都觉得 每一句都是讲我 绝对 会 很有感悟 很有发泄 所以师父讲的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心量就扩宽了 甚至于教我们很细啊 那别人现在错了 我该做什么 师父说的 人家不笑 你就什么 你就做笑子 为人演说 人家 不信 不守信 你就守信给他看 人家没有羞耻心 你就表演羞耻心 给他看 那这样不止不会见人家过 见每一个人的过 都变成什么 发菩提心 对啊 为人演说啊 你是对他的慈悲 你是以自己啊 来彰显正法 这叫请佛注释哦 请问大家请佛注释 要先请哪一尊 哦 这个 你去在初学佛的时候 也是听 请佛注释 听着师父讲 你已经闻佛法了 又是念佛法门 你不请自己 你请谁 当头棒 敲了一半 那我们 不会因为见人过 反而产生烦恼 所以应该是 见一切境界 都是发菩提心的因缘 而不应该是烦恼 那我们现在 可以来思维 我现在心里面 还有什么烦恼 那这个烦恼 能不能转成菩提 能不能转成菩提心 哇 那您这么一静下心来 一想 师父是怎么教的 一下子你烦恼就变菩提 危机可能就变转机 假如大家说 哇 这个烦恼 我很痛苦 转不了 我们一见面 大家不要只是问 吃饱了没有 大家可以探讨 我现在这个烦恼 转不成菩提 来探讨探讨 这个是偶叶大师讲的 第二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净土为归 第二个是 善有为一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 共修 这个就是善有为一 我们今天大家会一起上台来分享 不是净修节要是五念法门 不是做净修节要 好我五念法门 净修节要做完了 五念在哪里 那不是做功课跟生活工作脱节了吗 佛法是不二法 所以什么时候是做净修节要 所以什么时候是做净修节要 anytime anyway 你看礼拜 礼敬诸佛 其实这个就是五念法门 其实跟普贤十愿一不一样 是一不是二 所以我们见一切人事物 见人 他是佛啊 礼敬诸佛 见一切事物 都有佛性 都有法性 都恭恭敬敬 那我们法宝 那我们法宝 物品都不会糟蹋 对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恭敬 去对待他 就不会轻忽了 就不会应付了 礼敬 再来赞叹 我们看到佛陀 极乐教主 因地文法 极发无上 正觉之心 我们再向他学习 那同样的 我们在协会里 大家共聚一堂 每一个人都是发念 护持正法 我们今天才走在一起 他没有发这个心 他也不会进这个门 在这里做义工啊 所以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优点 哇 那不是称赞吗 今天看到谁了 马上我们一共修了 哇 就像我现在也要修赞叹 像我们看到这一次文字学的课程 我们协会的领导 考虑得非常细心 像日本有一个女孩 才大学毕业 她发愿要弘扬汉学 就马上通知她 她母女都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修大福德 大功德 这个女的以后有成就 她去度一亿多的日本人 都是我们协会修成的这个因缘 而且要感恩呢 诸位领导同修 因为有大家呢 护持老和上的法 我们全世界 包含李旭在马来西亚 以前刚学佛的时候 在台湾 就是因为我们协会 护持老人家 奖金不断 我们才能 沾脑上的法语 不然我们现在还在六道轮回当中 所以你需要带全球 同修 向我们协会所有的领导同仁致敬 谢谢大家 所以也看到协会对这个日本的同修 包含我看到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小朋友 都只是写了一个资料来协会 协会对于每一个发心的人 都护念他们的因缘 包含我看吴富丽吴董 推荐两个女士的 他们也都来了 我就是都照顾这些法员 非常的用心 那这个给我们一反观 那女婿自己面对所有的缘 也要像协会这样 余诸众生 试诺自己 他们的法员 就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 小孩一样来爱护了 所以礼拜 称赞 观察 那随时每个人 每件事 都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协会这些法语的装饰 其实都是在启发我们的善根 包含我们每一天 见人善及施旗 见人恶及内省 这个都是观察 那再来是发愿 接着是回向 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遇到任何一个境缘 都可以发菩提心 发愿 今天 读到阿弥陀佛 因地这一拜 我就是发愿 效法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观察到 老人家的行礼 我们就发愿 效法他老人家 我们常说 修学大乘佛法 四大菩萨是基础 首先 大悲 观世音菩萨 但愿众生 得理苦 不畏己生 求安乐 我们看师长老人家 九十岁了 十二月初 就是为了台湾 这些文字学专家 特别费一堂 现在非澳洲 也是为了宗教团结 能做得更好 更圆满 让全世界都有样板 都朝着宗教团结 才能化解 整个世界的危难 这个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而且我们这么静 都能就静观察 就静学习 进而要就静一起发愿 护持好 老后上的法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智文书施力菩萨 您看老人家 跟这些国家元首的对话 几句话就把 怎么让世界安定 和别的法都找出来了 老人家说 把四个关系处好了 这个天下就安定了 这不是智慧吗 包含 老人家 在春节 开示里面 讲到的比喻 跟前训教授 汤一介教授 还有国际家教授 老人家说 这一本 这里边摆一本 第十规 这边是四书五经 十三经 甚至于是四库全书 这样一摆 平等 你看那些 教授都挺傻的 这样怎么能平等 这是智慧 老人家这么一比喻 这些教授 终身难忘 那我们听了也 终身难忘 也必须从地质规 开始下手 慈悲 智慧 大愿地藏王菩萨 师父弘扬汉学 常常提到 所以牺牲生命 都要把老祖宗的文化 传承下去 但能光照远 不惜至焚身 这句话是 李秉兰老师的法语 李老师是地藏菩萨在来 老人家秉承 李老师的精神 自己也是 这么高的年龄 全心全意 促进宗教团结 促进 整个汉学的复兴 大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所以我们 学习老和尚 学习地藏菩萨 请问大家 谁是地藏菩萨 谁是观音菩萨 你们怎么这么小声 我们现在面试又增加了 你来做什么 我来求做佛 我来效法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这学佛的基础 就是要效法 这四大菩萨 大家念 无量寿经 欢不欢喜 欢喜 欢喜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上辈子就读了 然后有时候 你第一次读会这么欢喜 不可能 以前就读了 所以 诸位同修 我们以前 有在灵鹫山 听无量寿经 你们都忘了 你们不要拜那一拜 弥勒菩萨 一心观礼 临山会上 清晨佛会 受与大臣 无量寿经 主以弘扬 进土法门 念到这里说 那弥勒菩萨的事 不干我的事情 你看我们 边念边分别 大家要想 我们读的 无量寿经 还流眼泪 那么欢喜 可能三千多年前 临山会上 我们都听过 无量寿经 但是为什么还没去 最少还有一样 放不下 所以师父讲 你贪恋世间 一根草 都不能往生 这一段话听完 自己要马上正思维 我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 还揪心的 马上就要调整 不然无常一来 就随着执着就沦回去了 所以 读地藏经 读无量寿经 自己就是当下在法会里面 所以地藏经说 地藏 辱之 微德 不可思议 是吧 佛陀交代 我灭度后 到弥勒佛来 这一段时间 你不能当众生 多恶道 大家念地藏经 念这一段 头上有没有发马的感觉 有的话就是 有随文入贯 地藏地藏 佛陀也在交代我 我要做乖学生 开发心地保障 我假把鲁假孝敬 好好落实了 给众生表法 这个就是地藏的精神 我们听后面 无量寿经讲 佛陀对弥勒菩萨说 父主如等 做大守护 为诸有情 长夜利益 莫令众生 轮舵武趣 大家恢复记忆没有 这段话我们三千年前 一起听的 我们其实不算迷糊 因为我们现在 都走到一起来 跟着师父在做 护执众生 能听闻辱世道的姻缘 我们虽然不迷 但是还不够清醒 大家善有为一 越能恢复我们前世的记忆 对啊 这个都是我自己发的愿 不能埋怨任何人 这个是师父大愿的地藏菩萨精神 大行 大恨 普贤菩萨 师父这个表演 普贤菩萨 淋漓尽自然 师父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 都是普贤十愿 前不久 张发厅长来 你看师父给他夹菜 一个大男人 当早就哭出来了 你看老人家 对人那种礼敬 自诚感通 对方一感觉到 哇 礼敬 他感受到老人家的 这种恭敬 再来老人家又赞叹他的发行 赞叹他对 这些服刑人员 对广大中国老百姓的 这个 利益 然后老人家又把很重要的法 广修共用 又告诉张厅长 张厅长不只影响了监狱系统 现在在我们海南 整个海南省教育系统 全部被他带动起来 全海南省校长会议 就是他办的 接着还办全海南省 这些四点学校的班主任教师培训 都是他办的 但是他每一次重大应援 他都来请示老人家 整个海南省监狱系统 就是要推动以前 亲自跟高监狱长飞到北京 去请教老人家 老人家给他指了三本书 他就一直干到现在 所以我们看两三天下来 哇那张厅长感动的不行 充满电又回去放电 你看老人家想的多细腻 我要安排他去六合园 亲自给他解说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共能 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张厅长这个 受老人家影响这个愿力 我看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普接回向 老人家都在给我们表法 好 所以我们五念剪课 普贤十愿 都在当下 都在我们这颗真心当中 自然能够做到 好 那刚刚跟大家讲到 成佛法华 四个原则 第一个 接受诸佛互念 那我们念佛就是 接受诸佛互念 大家可以接受诸佛互念 应该展开一个微笑 给你去看一下 如是妙法 性听闻 应常念佛 而生喜 受诸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也 你念佛念到很发喜 像那个 老人家那么年轻 九十岁的身体 九十岁的年龄 是五十岁的身体 我看 老人家那个手一放下去 那个韩国那个专家 也很吃惊 那个表演就度了他 佛法殊胜 那个放上去都是佛光 接受诸佛互念 是第一法 第二法 注证定句 注证定句 就是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就只为了这个事情 其他的事都不执着 就像海贤老儿上说的 成佛是大事 念佛是大事 其他的呢 啥都是假的 不要挂爱 不要放心上 这正定句 所以这第二法 大家要注意了 随时我们的念头 一言一行 是不是往西方的方向 不能反方向 这个正定句 确立了 这第二法 第三呢 执重的本 就是鸡公雷德 我们今天 不用动脑筋 不用服务大众的时候 我们不打妄想 佛号提起来 有因缘服务大众 我们随缘 敬奋 就开始 很真心真诚的 去服务大众 所以念佛的时候 是念佛 服务大众的时候 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通通 是念佛 那这一个态度 大家可以回去 多听 几遍 无提心 贯注在整个 生命中 老人家说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 带人皆无 没有一样 不是念佛 因为这个念智是 精心 心上 真有 大家 尽心尽力 护持 老人家跟 索达吉 看部 见面的缘分 大家都是念佛 而且这个因缘 再过五十年 在历史当中就写 这一个因缘 促成了 显密的融合 促成了 大乘佛法的兴盛 大家都参与了 这样睡觉会不会透笑 我们闽南话说 啊 福气 你别人要参加 一辈子要参加一次 这样殊胜的法源 都不容易 我们是常常可以尽力去供养 往后这个因缘又会影响到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大家执重德本是比一般人的机缘好太多 那这个执重德本 老人家在新年就告诉我们 三规 五戒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五轮八德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 这些照着去做 全部都是执重德本 这是第三法 第四法呢 发度一切众生之心 你面对任何一个众生 你都是提起 我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究竟苦 往生西方得究竟乐 这个就是发度一切众生之心 而诸佛加持的力度 跟后面三个成正比 一个人一心求生净土 那是一念相应一念佛 一个人每天生活工作呢 就是干佛菩萨的事业 落实土贤六度 那这个就是执重德本 所以他念那一句佛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所以师父说 他六度十愿做到的人 念一身佛 可以灭八十一劫 生死重罪 最后发度一切众生之心 有发大悲心的人 他念那一句佛 那绝对敢得一切诸佛的加持 那师父讲了二十几分钟 大家可以回去多听几遍 非常精辟 而且呢 把这二十几分钟听明白了 我们就吃定心碗了 我掌握修学 掌握这事法的原则 我这一生呢 绝对可以去做佛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不忘初心 当初我们一接触佛法 我们也是对自己说到 不能再糟蹋自己了 我是有佛性的 我首先要对得起我自己 对得起我的法源 对得起师父 对得起所有 促成我学佛 这些善知识的恩德 首先不能遭到自己 不忘自己 对自己的真心 刚刚跟大家讲 你的初心保持叫真心 初心不能保持 叫变心 大家要不要做变心的人 我们一讲到 谁谁谁对我变心了 都气得暴跳如脸 其实我们每天 很可能都对每一个人 都在变心 但是我们都没有关照到 当初对这一个同修 当初对这一个下属 当初对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有缘人 我们一开始发的是什么心 这个是很好 勘验我们的修行 我们一勘验 我对成就他的心 越来越强 这个叫真心一直在展现出来 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 现在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 假如我们一反观 我这个心退了 那这个就赶紧了 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 要转过来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提醒我们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世明摩业 我们一师菩提心 所做一切不是功德 是什么 福报 那修的都不是功德 出不了轮回 只有福报 所以变成 这一世修福 下一次享福 享福很少不堕落的 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这些政治人物 他上辈子不修福 他怎么可能当那么大的官 可是现在都在造地狱业 第三次就堕落 叫三世院 我们不能干三世院的事 菩提心是修导最重要的 三倍往生里面 共通的标准 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菩提心做 李旭自己是想到呢 还没遇到师长以前 也受到这个社会的染污 大家看不出来 我还没遇到师长以前 是top sales 你们看不出来 我再告诉大家 我不是大学毕业是top sales 我是小学三四年级 就是top sales 人家回外婆家 是玩耍 游戏 我是呢 买了 比方说这个花生糖 还是番薯糖 然后那个本钱是28块台币 我卖完呢 是40块 净赚12块 你看这阿赖耶斯还这么重 没有 我是今天聊起才想起来 平常不想 这个露印象要注意 佛号多露一点印象好 这个轮回星不能再露印象 这个就是过去生的习气 哪有说三四年级就开始做生意 结果出社会也是都在商业界 那后来遇到师父 不然自己也是受那个好莱坞电影 广告啊 这些影响 都是要大房子啊 大车子啊 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美女 都是这一些想法 就觉得这样就是对的 结果遇到师父 哇 错错错 根本都方向都错了 还造了很多业 所以自己啊 会命是师父救的 连生命都是师父救的 为什么 我们家可以追溯我爷爷以上的祖先 全部都是捕鱼的 那自己过去生沙叶也重 怎么看得出来呢 小时候都拿棍子拿刀在那练 棍子什么 十八同人 这就是习气 所以以前可能也是练武的 所以沙叶也都重 真的我29岁那一年 男人最怕遇到酒 三酒 四酒 五酒 大家冷静去看 很多大人物这个酒都没过 我29岁那一年 在高速公路开车都开到睡着 整个身体就一直耗落下来 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听到那个黄念老 在报恩坛里面说啊 警方业力发动啊 要善根发动啊 不要业力发动啊 我们那个过去生的业力一起来啊 有时候啊 你真的是叫天天不硬啊 叫地地不灵啊 身体也好或者恶缘也好 越来越严重 所以无量寿经说 何不予强健时努力修缮 欲何待乎啊 想福报想到最后 哇 好不好想完了 那个时候要再想要振作 有时候都做不了主 那当时候李续刚好 在高速公路上常常都睡着 幸好我妈妈坐在旁边 你是不是睡着 我妈妈还很镇定 所以李续也是因为妈妈福报挺大的 所以一个人他有业力的时候 身边有大福报的人比较不会出事 这个地贤老而上 他的学生不是已经发疯了吗 是不是 但是只要在他身边都很好 很正常 所以大家常在师父旁边 师父这个威德利 大家要赶紧好好休息 这样就善根就整个发动 所以确实是29岁那一年 寿命到 那就是因为听老而上的法 然后再加上 刚好也一个同学来问我说 我们那个有一个班要带课 那个老师教了40年 教不下去了 提早退休 你要不要去带 师父教随缘 不管他难不难 反正缘来了就去做 就刚好有去 再加上道正法师 他往生前 有一次大放生 十几台卡车 刚好李旭也有去参加 所以放生 对于化解杀业 确实是帮助非常 我就勉强 沿罗网考察 后来就 半年多之后 就到了海口去了 就一直 在师长老人家指导下 走这一条路 所以命也是老人家救起来的 包含我爷爷走得非常好 这都是老人家的威德 我爷爷 他躺了十四年 在床上 赶来的都是 那个看护都是学佛 念佛的 都是听老儿上讲的 然后李旭才起个念头 我在外面都十二年的时间 十二年 都没有真正对爷爷的陪在身边 竟效到 所以下个决心 好 这一次回家 一定把爷爷送往生之后 才离开台湾 就下了这个 心 结果没有多久 才给爷爷洗过一次澡 爷爷隔天就往生了 在佛号当中往生 而且是从往生之后 念了三十六个小时 然后之后每天都十个小时的 念佛法会 很多同修 尽忠同修 都是佛菩萨 都是老儿上的福报 辟应 你去给师父做禀报 师父我爷爷往生了 师父说 你爷爷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李旭说 师父只能保证 我爷爷在佛号当中 安详往生了 因为我不敢讲太过了 然后师父那么肯定 但是我只能保证 在佛号当中往生 结果师父说 我相信你爷爷一定往生 然后接着师父说 因为你这几年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好事 我说师父啊 这些年来 做了很多错事 很多事不懂啊 习气也做主啊 做了很多业 师父一听 你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师父都一直鼓励啊 一直鼓励 然后说 你爷爷为什么走那么快 因为佛不是在让你 专心复兴汉学 所以真的 感觉说 都是师父的恩德 不只护持 我自己的慧命 连我们全家人的慧命 都得三宝 得老人家的加持 而且一发愿 跟着老人家护持正法 我们所有的亲人 都得护法神的护持 这个李絮在外面十二年多了 家里面都不用担心了 铁定都是护法护持 所以李絮在念这第三十一拜 是非常欢喜 一心观礼 尽虚空 辩法界 常住三宝 十方护法菩萨 精刚 半天 龙神 圣贤等重 这个护法神 真的是很慈悲的 好 所以我们认真做 家里人不要担心 很多姻缘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人来护持 好 所以李絮自己 也不忘当初 赶师长老人家的恩德 这一生 静行受 就跟着他老人家 洪护正法 复兴 辱世道的汉血 而人这一生 不要说做很多事情 能把一件事做圆满 就非常可贵 师父老人家讲 你把辱世道 复兴起来 以此功德 回向 决定往生 因为这样的事情 是影响后世 世世代代 这个功德 没有 computer很难算 一直下去的 而且您看师父的胸怀 师父互兴汉诀 是为了全世界 所有好的宗教教育 所有好的 他的民主的教育 能得以承传 因为全世界 剩下的表义文字 就是我们的汉字 跟文言文 没有这个平台 全世界的文化 都即将断成掉 现在连沙士比亚 很多人都读不懂 因为他没有 这个表义的载体 所以师长的胸怀 是要把文言文 能成为全世界的语言 所以我们跟着师父 李旭有信心 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圣人 都在加持我们 所有全世界民族的祖先 都在加持我们 大家有没有觉得 李旭现在额头发亮 那个加持是不可 你心静下来 都能够感觉不到 好 那我们 不忘初心 不忘这颗 知恩报恩的心 我们来 鸿护 正法 护持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是 系天下 苍生 余一生的 大智慧者 这个世界 能不能走向 安定和平 绝对是要有 老人家的指导 而且老人家 算是佛陀灭度 三千年之后 效法佛陀的行持 做得最彻底 讲经五十八年 都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跟着老人家 要以师制 为己制 要把主事道 在我们身上 把它弘扬开来 所以这个 也是 大乘佛法修学的 四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 众生无边 是愿度 以师制为己制 就是发愿度 接着呢 烦恼无尽 是愿段 就是儒家讲的 格物 就是老人家 大年初一谈话 让我们要放下 喜气 让我们要先从基础 做起 所以师长这几次的谈话 都特别强调 弟子规 其实弟子规 就是教导我们 如何做父母的 好孩子 老师的 好学生 领导的 好干部 这弟子规 就教我们 这个 那李旭自己呢 感受比较深的是 师父曾经讲过 跟别人分享 佛法 最后呢 自己最得力 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讲明白了 因为 李旭在跟大众分享 群书制药360 群书制药360里面 有一个篇幅 所收的 经据最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哪一个单元 经据最多呢 在 第四个单元 为证 第一大纲领里面的物本 收的最多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生 我们有一句成语叫 本末 道治 假如我们修学不抓到根本 会本末道治 徒劳无功 所以师父讲经有没有常常讲 根本 什么是根本 孝是根本 德是根本 心是根本 敬业三辅是根本 都是强调这个根本 刚好念到一句呢 这个物本 这个物本里面讲的 知为人子 而后 能为人父 自己知道怎么当儿子的 才能当好父亲 不然 不然怎么教儿子孝顺 知为人 成 然后可以为人 君 自己当下属 做得好了 才能当领导 这样我们当领导 才知道怎么样 栽培下属 不是念一个MBA 回来就能当主管 那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知 所以 是人 才知 所以是人 我们 侍奉过人 才知道怎么待人 都是要有基础的 那这一段话 李旭自己就 思维了一句 知为人 学生 才能为人老师 因为李旭 在英元上 十二年半前 到了海口 跟大众分享地址 人家就叫老师 所以等于是 我是盖那个三层楼 第一层 第二层没有 就盖三层 然后常常都会 心里慌慌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根基不老 而且给人家叫久了 会 会中毒 你第一声 第二声叫 诚惶诚恐 我自己学都学不好 还给人家叫老师 叫到第十声 第二十声 还不错 叫到一万声 十万声 很舒服 接着人家不叫了 你怎么可以不叫我 那玩 所以自己堕落 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所以学佛 自身要有很高度的警觉 儿子叫你爸 你要很警觉 我很有责任 我有没有做好榜样 叫你领导 我有没有真的把它倒向西方极乐 每一个身份的背后 最可归的就是那一份责任 而不是因为那一份身份 而骄傲致满 那变成堕落 那读完之后 就更深的去思维 其实地址归没了 都是教我们怎么做好地址 怎么具备地址的态度 具有地址 像 那我们冷静想一想 前面四句是不是做地址 应该做 父母呼 因为反而要恭敬不能怠慢 父母命 行物懒 那这一句再延伸 因为孔子说要举一板三 不然都学成执着 那师父呼 应物还 师父叫我放下十六个字 不能脱来 Right now 师父命行物懒 师父叫 须敬廷 而且感觉体肤灌顶 师父这句对我讲 阿弥陀 师父叫我要做善才童子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只有我是学生 每一个人 我都 每一个英勇 我都是 他要教我 他在提醒我 我内面 还有哪些烦恼 吸气 这样见每一个人 都是恭敬感恩 所以啊 师父的一句法 就让我们太平日子到了 就让我们极乐世界现前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 这一句法要入心 念念保持 真的好日子就来了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做自虐的人 自己虐待自己 为什么 不肯 领受老而上的法 我们还随顺习气 不就是 自己虐待自己 自己糟蹋自己 好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过上 日日是好日 时时日是好时 你们好像不太想过了 你们好像觉得 轮回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假如没有的话 那应该 哎呀 赶紧来过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日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只要做善财同子 这样的日子就到来了 父母叫虚敬听 师长叫虚敬听 师长则虚顺乘 而我们现在的工作 现在的生活 处事带人皆悟 就是行菩萨道 就是积累 往生西方的资粮 好 那我们行菩萨道 现在最好的 那我要老实听话 真干 这地藏菩萨孝敬 要老实听话真干 那老实怎么做呢 印光祖师的法语 教我们老实 敦伦敬奋 闲邪 纯臣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大家看 整部文抄 敦伦敬奋四个字 出现了不知道几百次 为什么这么多次 印主在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 懂不懂得五轮 懂耶 七十年前 八十年前 都懂不识字的都懂 可是为什么 印主这么强调 敦伦敬奋 也是看到了 未来的社会 整个政法衰败太快的话 人是真的不懂 五轮八德 怎么做儿子不会 怎么 这个教育孩子的 君臣关系的都不懂 都不懂 一下子就学大乘佛法 会不会学空 会呀 每天在那里 精进练佛 结果父母都没饭吃 有啊 到哪一个寺庙去 那个寺庙是古寺 到那里有功德 结果他公公婆婆 没饭吃 还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这个故事是 当地的教育局长 讲给我听的 我都捏把冷汗 我们这个佛地址 依教奉行 功德无量 不依教奉行 会给大众表错法 断人家学佛的姻缘 所以 敦伦几分钟 家庭里面 有三个轮场关系 踏出家庭 再加上君臣 跟朋友关系 而我们在工作上 就是行菩萨道 一定要 敦伦净分 不敦伦净分 不是停 行菩萨道 变造业 随缘消就业 不再造行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 怎么为人君 怎么为人臣 非常重 所以 这个 群书 制药360 它有六个篇幅 前面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君道 第二个是陈述 所以怎么为人君 这个君道 讲得很清楚 现在已经有三册 出来 这些京剧 大家多勋 就会越来越明白 我怎么为人君 还有陈述 像陈述里面提到的 历劫 就是我为人臣 我要树立 德行的样板 一来让领导信任我 我能够去服务大众 二来也给老百姓 或者给身边所有的人 做一个好样子 阳市 那个历节里面 就是阳正四知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这个在第一册里面 那个历节 第一个就是阳正的日子 大家 还没有查过祖谱的 请举手 有祖谱还没查的 好 请放下 我们不能每年 给人家办祭祖法会 自己都还没有认祖归宗 我们忙着度别人 都忘了度自己 这一点理系是刚好 去年 四月份 跟大家交流过这个祭祖 不是去年 前年四月份 我真的回到泉州 晋江 后湖村 找到了我们家的家庙 去祭拜祖先 哇 那个感觉 只能做过之后才有感觉 好像跟祖先 接通了 嗯 然后才发现 我是很好奇的 为什么呢 我爷爷以上的祖先 全部都补 奇怪了 杀业那么重 为什么我父亲 跟我们这一代 都非常平顺 而且家庭还很和睦 像我母亲都讲一句话 你们蔡家的男人 是不会骂 不会打女人 这我妈妈讲的 那代表说 我们是对太太 还是很尊重的 都相处得不错 我因为觉得很纳闷 杀业那么重 怎么是这个 决定是祖宗的批语 不是偶然 我就去问我爸 我爸说 没有祖福啊 不过好像是 第一个到台湾的始祖 叫蔡远德 我一看这个名字 又不叫蔡阿珊 蔡远德代表什么 来的是读书的祖先 那代表我们祖上是读书人 结果真的去找了之后 我们祖上有两代 连续有两个清朝的国师 一个是乾隆的国师 一个是嘉庆帝的国师 其中有一个做了皇帝的老师 四十多年 好像活到九十几岁 所以都是 这个搞明白了 对祖宗的恩德 就念念不忘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每天回向 绝对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 不只不能忘了蔡世的祖宗 妈妈祖上也要 奶奶祖上也要 外婆祖上也要 为什么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缺一个都不行 每天给祖先回向 那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讲 陈述里面 自己要在组织里面 团体里面树立榜 历节 再来是 敬忠直守 再来是 劝谏 劝谏领导 因为人非圣贤 赎人无过 所以领导有过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真诚 诚恳的劝谏 为什么呢 因为位置越高 杀所背的因果责任越重 所以他一不小心 做错一个决定 影响的面都很 所以位置越高 背的因果越重 真正劝领导 是对领导非常大的爱护 因为我们学佛的人 都深信因果 为什么《孝经》里面说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诸侯之孝人 比喻是什么状态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因为他下错一个决定 影响的就是整个国家 那同样的 我们现在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是老人家常驻 老人家 讲经说法 教化的圣地 所以全中国 很多的同修 都来我们这里取经 我们这里做得好 他们一沉船这些经验 得到的利益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是带头的人 所以诸位同修 你们的命运 跟我是一样的 the same 所以大家跟我一样 都没有后路可以走 大家愿不愿意走后路 后路是什么 六道轮回 我们为什么 以成功样诸如来 则能欢喜性指示 那么欢喜念佛 还是搞轮回 因为每一事都 还有后路可走 没有直下承担 人一退缩 退缩是黑暗 跟四十八院 跟阿弥陀佛的光明 不相应 是吧 频道接不接得上 接不上 所以孟子说 当今之事 你们不接 孟子会流眼泪 当今之事 舍我 其谁 这个有担当吗 这个也是请佛注释 来 我扛起来 不会怎么办 请教 你一直要发现 佛菩萨会安排 姻缘来教我 像学会这一次就安排 像很多年轻人 像我看到刘健 王欣 他们都来 哇 那个 世凯来教 我说你很早就当家 那么年轻 很小的十几岁就来了 他也很认真学 你看他现在三十岁不到 这个寿相这么重要的任务 他就扛起来 我看到这样年轻人 我们也向他学习 好 那这个是历节 敬忠 劝谏 再来是举贤 推荐 贤得 这个也是请 请佛注释 请转法 因为 人才最重要 人存正举 人亡正习 这个部门 很好的人才 他这个部门就安定 这个大英元 只要这个人才来了 你推荐出来 这个大英元 甚至这个国家 就安定一下 大家看 历史当中 齐桓公 用了管仲 管仲谁推荐的 包鼠 所以 发掘人才 要提拔他 要栽培他 绝对不能嫉妒他 所以师父讲 我们那个嫉妒的习气 一定要放下 所以包鼠也没有嫉妒 推荐管仲 管仲当比他还高 他欢喜 因为他想的是 人民受益 结果他后世 十几世 都是大福 福报非常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我们 很多人的角色是什么 又是君 又是臣 对上是臣 对下是君 所以这个推荐人才 我们要 实时记在心上 那 这个臣当中 还有一些 非常重要的基督 本态度 才能把事情 做成 我们说不在 造新秧 假如我们这些 做人做事的 基本态度 没有建立起来 想帮忙 有时候会怎么样 越帮 越忙 比方 地址规里面讲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直到亏 很多事情 我们要主动的 请示 这个事没有请示 我们就 我们敏兰话 大猪 大鱼 我了解到 我们敏兰话 是西元前 两世纪的古音 所以你现在会讲 敏兰话 你到越南 还是到日本 韩国 可能可以通 因为他们是 请找那个时候 过去的语言 所以敏兰话 还挺好用 大猪大语 就是制作 主张 很可能 我们一制作 主张 没有请示 哇 这个事 指挥错了 结果一搞 可能 几百个人 要一起陪我们 去弥补 这个过错 哇 那这个 麻烦就造大了 所以这个主动 请示 很重要 因为领导 他有决策权 我们呢 是把一些实际客观 第一线的状况 充分反映给领导 因为很可能 我们所看的是一个角度 但是领导要考量的是方方面面的角度 所以我们有尽我们的职责把情况讲清楚 提醒 但是决定权在领导 他赴英国 我们不能是自己做主意的 甚至于领导没有听我们的意见 没有照我们的做 我们从那一天开始 见到领导嘴巴就翘得很高 就生闷气 这个不对 学佛的人应该啊 敦伦敬奋 功德圆满了嘛 领导有没有照着做 不影响我们的功能 因为我们已经进行进行 可是你看 后来确定是我对呢 他错了呢 所以我就跟他讲 你看你都不听我的啊 那你又错了 因为你这个态度一讲 领导说 你给我记住 旁边还那么多人 当场让我出去 所以情理法要留面子 归过于哪里 失事啊 当场领导在团体当中 他的威性很重要 他有威性他才能领重啊 你当场给他漏气 给他漏气 那他以后怎么领重呢 所以这些道理啊 都要懂 所以这个时候 领导没听你的 结果证明他错了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怎么做 一来倒一杯水给他喝 二来呢 错了 赶快去 弥补 黄羊补老 有味外语 一句啊 批评都不要紧 你尽力的去弥补 那个真诚就透过去 他马上想 哎呀 当初就是没有听 某某下属的话 下次他的话 我要多听一些 要注意去听 那整个缘不就转过来了吗 那你也是对互念领导啊 大家要互相互念啊 我们是法眷属啊 谁是上司 谁是下属 那是姻缘 但是我们那一句 那个回向文不能念表面呢 静止一抱身 同身极乐果啊 这个是念到心里面去的 那同身极乐果 静止一抱身 同身极乐果 还有横批 你们知道吗 横批 一个都不能少 对啊 这个也是佛教的啊 在团体当中啊 再苦恶不相弃舍 我们团队的同修 哪一个人业障陷潜迷惑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嫌弃他 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念头 怎么拉他 怎么把他救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信念 这个团体啊 都不用讲话 人家一接触我们 我们那个磁场就不一样 发生一件事 人家就特别感动 你们都是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 所以刚刚讲到的 事虽小 物上 这个就是 主动 请示 这些基本功很重要 不然我们变成帮不上忙 所以训练一个干部 态度 是手中 接着 是他的 工作 专业能力 所以 所以陈宇说 德才 兼卑 今天你用了一个人 能力不错 但是态度啊 德行基础不老 然后我们在那里 气得要死 其实啊 别人错的也是 一反过头来 我当初就是 只是为了用他能力 并没有想到他的道业 跟他德行的栽培 所以所有的依报啊 是谁造成的 我们自己啊 所以学佛人 学乳的人 不责怪别人 明理的人 不责怪别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因为宇宙是谁变的 自己的心 眼前所有的境界 全部是自己的心 心一转 境界就会走 医报随着 正报 所以松下性之助 他为什么成就不 他们的企业文化 你看到一个员工 没有来 他不是首先发脾气 怎么现在都迟到 都还没有来 他会先想 是不是这个员工 生病了 是不是他的父母 不舒服了 假如这些了解的都不是 那是不是我 这些基本的态度 没有教导 遇到任何事情呢 都是反省 人一反省 就非常真诚 人一指责啊 可能我们就 脾气 惩恨心就做主 所以这个称啊 我们要慎之又慎 为什么 一念称兴起 火烧 功德领 大家要算自己的功德 有多少呢 要先想 上一次生气什么时候 假如是昨天 就烧光 今天从头算起 所以这个 称恨心扶不住 百万帐门 都会开 好 那我们讲到 这个主动请示 再来呢 主动请教 心有疑 随杂记 救人问 求确议 我们在休学工作上 有什么疑问 可以问领导 可以问 我们同餐道友 也可以问师长 都可以得到 很好的 教导 不能自己搞不清楚 又不好意思问 然后很多疑惑不能解决 很多能力不能提升 就是这个主动请教 第三 第三呢 出必顾 反必灭 要 主动 汇报 因为事情交在我们手上 你的进度如何 都要事实 给领导 汇报 因为呢 领导答应一件事情 这是他的信誉 自古皆有始 名无信不利 信用是很重要 所以领导 所以领导交代我们工作 他也是信任的 而这一件事情 也攸关他的信誉 甚至攸关一个协会的信誉 他操不操心 他铁定要操啊 你进度到哪里了 你一回报 他就安心了 或者这个是 已经做完了 你一回报 他心上的 担子就放下 所以 这些基本动作 越能做到 那我们真的是 能让我们的领导 他们减轻很多的 负担跟压力 因为觉得事情交换我们 就安心了 所以这些基本功很重要 不然我们会 没有基本功会颠倒 我们常说 孝子孝子现在颠倒 变成孝顺儿子 其实君臣关系也有颠倒 董事长变秘书 秘书变成董事长 那董事长常常要去追 你事情办到哪里 我忘了 都是这一些 这个董事长 没死也半条命 这个是主动 汇报 还有一个是主动参与 亲所好 利畏惧 当然这个参与本身 不是说你要做到累死 肯付出 这是难得 累死叫没智慧 我们 洪护正法要 卑制双运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很多 做人做事的原则 我们做事要什么呢 授权 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不能工作都挤到一个人的身上来 他累得要死 底下的人不知道要干什么 包含 接应援 要度得量力 我们只有可以扛五十斤重 我们去接七十斤的 那当然最后就疲累不堪了 那太疲累了 最后大家身体不好 没有办法表好法 像李旭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 话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今年 李旭首号目标任务 就是得要吃胖才行 得要 得要强壮情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年我的气色还不错 这个要感谢我们胡锡士的爱护 你看李师老师来 胡锡士都安排我们 不只是爱护我们 我们整个大陆很多团队 这次都到深圳 都在调营 因为上行下下 我身体不好 我们带着团队 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这个罪造大了 扭转乾坤 虽然今年不是牛年 要扭转乾坤 李旭也很有信心 绝对可以做得到 自己这些做事的态度方法 都能依照老人家的教导 依照经论 都会慢慢的步上古道 而且我们相信 一切都有佛菩萨的加持 安排 只要我们有受教的态度 最后是亲手号立位句 就是主动参与 主动参与 那我们有主负责的事 那主负责呢 叫做分工 不分家 有主办员工 你主要的是我现在的执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的工作 一定要很清楚 我该做哪些事 你不能帮别人 帮到最后 自己本来负责的事都没有做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一二年呢 李月老师 他在我们如江 包含大马 还有办同盟养政扎根实修 包含在马来西亚的共学班 以至于这些经验呢 到整个大陆很多团体在用 像我们几位干部 刚好是前部者去居美心 他们都是依据 李月老师他设计出来 这个加文化共学的理念 但是他们做得很好 超过我们 我们这些经验 他们拮取 然后又很认真的去做 你看佛菩萨都在加持 我们都是老儿上的学生 都互相切磋 互相互念 那这个整个同盟养政 整个加文化共学 就很重视敦伦敬奋 所以有素主德 要真正明白父母 祖先的恩德 再来要素质 就是我们自己的职责 都要非常清楚 自己都要背起来 清楚我的职责 职权在哪里 甚至包含自己的历行 就是内务的整理 我们说礼敬诸佛 总不能自己的房间很乱 然后 给大众讲很多传统文化 它就变成我们是做跟学 它是变成两张皮 不是解形相应 而且我们假如内务 没有下功夫 房间是乱的 常常要找什么东西也找不到 整个生活也都是乱的 这就违背我们 这就违背我们 佛法的戒定会 三学 戒是规矩 我们就守好规矩 才会得定 所以师长也给我们做很好的表演 他老人家什么东西都是摆得 整整齐齐 从地址规矩这些经据下说 这是跟大家讲到 主动请示 主动汇报 主动请教 主动参与 这个主办员老 我负责这一块 我这个事做好了 别人有需要 我们不分彼此 我去协助 这是参与的一些原理原则 其实实在讲 人与人之间互相体恤 越做越有力气 人与人不互相体恤 人再多越干越累 所以这个感受是 那个整个团体的气氛 对人是一种正能量 气氛对的是正能量 气氛不对了 会消气 甚至会中毒 气氛不对了 这些不对的态度 刚好都受影响 好 那刚刚是讲 诚子 那最后呢 跟大家讲 我们孔门四科 很强调的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言语排在第二年 代表言语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是积功累得 还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跟言语有最直接的关系 无量寿经特别提醒我们 生口亦三业 把口业摆在第一位 善父口业 不积以他过 善父深业 不失利 善父异业 清净无量 而老人家确实 在言语方面给我们非常多指导 刚刚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发愿了 我们现在从哪里做起 从当好弟子这个基础做起 所以老实 是敦伦敬奋 贤写存存 信愿念佛 求生敬奋 听话呢 听话是 阿难问世佛集中经 一开始呢 十六个字 从民师受戒 专信不犯 我们从老而上 这位民师受戒了 戒是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听了要放心上来 精进奉行 每天想着 我怎么去把它 好好落实的更彻底 不失所受 不会忘失他老人家的交代 就是听话 那接下来最后呢 跟大家交流的 就是老人家所讲的 德行言语应该学 这一段呢 应该上网可以找得到 好像也有印出来 跟大家大众结语 所以我们送出很多法宝 不只送出去给别人 那个法宝要印在我们 自己心上 第一句讲到呢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老人家讲这些话 很惊僻啊 而且它里面的因果 彰显得非常的透彻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会感来什么 带来记恨 一抱怨就互相埋怨 佛家讲感应 感应有分好跟不好 我们这个念头好了 敢释放住 念头不好 我还那个傲慢心一起来 魔就加持下去了 到时候连师父的话都不听 佛魔就在一念之间 圣狂 一念之间 正邪 我们是正法道场 还是邪法道场 往往都在每一个人的 一念之间 所以抱怨会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有容乃大 德不广不能使人来 量不红不能使人安 我们度量大了 跟我们一起的人 心才能安定 慢慢的赶你宽容的恩 他会觉得不能再糟蹋 你对他的宽容跟爱 大家不知道成长过程 有没有遇到很爱护你的老师 包容你 很有耐性陪伴你 我们自己的内心 会升起一个态度 我不能再让老师失望 人的羞耻心不是骂出来 羞耻心是被感动 自自然然引发起来 骂骂骂到最后 羞耻心没有骂起来 会骂呆掉 因为他的性格假如比较柔和 你越骂他 骂到最后他会手足无措 会被骂傻 因为他会觉得 他会紧张 这样也错 那样也错 最后就骂了 你一骂他 他就撒出来 另外一个是性格比较强的 你骂到最后 他真的会跟我们结怨 好 第二 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尊重啊 你尽住 讽刺显得轻视 我们说那个讽刺 刻薄 这个都跟真诚相对 这是轮回心 而且赶来的 人家会很不舒服 讽刺显得轻视 尊重 增加 了解 人与人互相尊重 大家都讲 真心话 内心话 讲讽刺的 那就会很难受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伤害形成对立 关怀获得友谊 这些因果都开闲 老人家开闲得非常好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这个话中都有话 只是接受 接受了吗 这个叫 口服 心不服 命令只是接受 这种接受 很可能是杨凤 因为 他心里不服气 所以命令只是接受 商量才是领导 这每一句都是 整个团体的 道风 学风 一商量 大家那种参与性 责任感 积极性 都被调动起来 假如干部 提的意见都很好 领导者都很独裁 都不采纳 慢慢大家 积极性就下去 因为提没有用 那就领导人做了 那当然 假如说 领导都不接受 我们就不提醒 那我们也变心 好 我们今天共发 好几个愿 共发做静修解药 还要共发 不做变心的人 是不是 地址可以教我们 见不入 岳父见 我们劝领导 劝父母 劝长辈 目的不是要他接受 目的是要他得利 又不是谈条件 他接受我才劝他 不接受他倒 这不是道义的态度 他不听我该劝 甚至我以我的行为 去提醒他 都是尽心尽力 爱我 尽师尽忠 退师补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这个是孝经里面 谈到 最后讲到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激发潜能 我们看老人家 普贤菩萨 只有赞叹 没有毁谤 那李旭是以自己 人生的过程 感觉到呢 假如批评太多 我们这一代人 很没信心 大家看得出来 李旭以前很没有信心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我真的很没有信心 你看 眼睛这么小 长得又不帅 功课又不怎么样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初中一年级 还是很矮 每天跟妈妈说 妈 我假如像你这样就完蛋 我妈妈152公分 你看很不孝 在那个成长过程 还让我妈妈难过那么久 也没有什么才华 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得什么资 也很没有信心 但是就是因为遇了佛法 了解真相 我们有佛性 就不会自卑 但是真的假如听到很多批评 有时候还是会 很消极 所以还是要多鼓励 才能把人的潜力激发起来 就像每一次我们接老上的电话 还是当面 我们确实也做错很多 但是老人家都是 给我们鼓励 所以每一次接完电话 还是跟师父见完面 都好像 那叫简性电子 永续电子 就充满电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共勉 一起交流 到这里 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发喜充满 光寿无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